新台湾新光大到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把刚刚所做的民调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奇怪了 选前一个月怎么马菜民调是打成平手呢 50对50意味着一个月后是50加1 任何人稍微胜输就赢了 所有有大变动 我想从经济跟政治形势 向上兄请你分析 现在民调的结构 我觉得只要有一些重大争议发生的时候 被认为犯错的一方 他的民调几乎都会很快地有反应 但是那个反应并不是 并不是他的支持者的改变 而多半都是一定差 就是暂时的不表态 那再加上抽样上面来讲 本来就有3%的误差 你从个极端的角度来讲的话 今天如果说同时一个样本里面 出现了就是政府误差范围之内的两个极端值 一个呢 一个多了3% 一个少了3% 其实就已经很接近了 那我认为就是因为现在双方面的差距 大概最大的差距就是7个8个百分点 那如果你双方面又出现就极端值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过去的几次的 我给你啊 我刚好画了这个图 因为我刚刚在那边做 一个是40.1 一个是39.1 那正负三个 三点就是它的两个标准差 就是95% 它的正确的数字会在中间 你如果用两个极端来看的话 比如说如果说输的这方是最低的数字 它是36 那赢的这方是最高的这个数字就是43 就是你刚刚说的中间就差了7个百分点 一区以来 一区以来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会出现就是说这种接近的情况 跟议题之后的隐藏性 就是表达的隐藏都有关 那不管是在就是说水事事事件的时候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事件的时候 都发现都有这种隐藏表达 但是当事情风波过去之后 它还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面 我想这个就我们几个跑新闻跑很久来讲 这种情况我们看太多了 大概过程都经常会发生 但是刚刚就是说运鹏所讲的就是说 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的蓝军的支持结构里面 它确实是有一批是经济型的选民 这种经济型的选民来讲 它对于蓝军的蓝军的经济表现 它信任而且很期待 那这个是很合理的 从从民进党每次要找一些 就是说有财经专业背景的人来来入阁 或者担任他的副手的时候 他总是从蓝军里面找 你就就知道 就是绿营里面并不存在这样的人 所以他不管找彭怀南也好 或者最后找詹启贤也好 或者或者过程当中 哪里这一找起找林杏仪等等 这些人他都是蓝军的人 而且跟蓝军都很很交好的人 他都必须要从这里面去找 所以那个那个反应出来 刻板印象就是说 连你绿营的这些大头目们 都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我要在这个经济型选民当中 找到一些经济选民 信得过的这些所谓的财经分量的 有大分量的人 我必须要去找 从我的敌人阵人阵营里面找人 才能够找得到 所以这种信任是合理的 那经济型的选民 只要面对到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他会用很简单的态度 去表达他的不满 他不见得最后不投票 他也不会 票也不会跑 换句话说 今天他即使对马云军不满 他不表态 或者他不投 他也不会去投赛赢 这我的人认为 那这种的经济型的选民 在最近来讲确实很特别 因为到目前为止 离选举不到一个月 这个是1996年以来 第一次台湾的总统选举 没有选前行情 没有选前 1996年以来 或者说除了飞弹危机 选后大大涨 那次之后到现在为止 每次选前都有行情 而且行情都不错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期待 那我觉得没有选举行情 一方面国际的大环境 你看以今天来讲 油价破近期的底 金价破近期的底 然后大陆的股市 跌破十年线 十年一场空 就是过去十年在大陆玩股票的 全部都亏钱 平均值就这个样子 今天还破底 在这种氛围下面来讲 台股会顺势跟着下面 大环境的牵引 但是最重要是说 台股本身目前的氛围 低量的运转 没有任何市场的 包括政府的资金 有在股市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脉络跟数字 你几乎看不到 就是说政府的资金在里面 有刻意的要去点火拉抬股市的味道 你从投信的进出上面 散户不断的退场 我认为它都反映一件 大家 其实市场上面大家都在都在想 但是呢 不太有人公开讲 就是大家很担心国民党输 你担心国民党输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开始说 那你知道今年1月14号选完之后 到过年 到过年的时候 只有三个交易日 换句话说 如果1月14号真的发生变天的时候 你会措手不及 你没有很多的时间 在市场当中的去操作 把资金去套现 在这把它提出来 所以很多人必须要 现在就开始准备弹药 就是预防1月14号的变天 因为它没有很长的时间 因为再下去之后就过年了 所以如果很多人 他必须要在 过年之前会有变现 就是要换现金 要过年用 那是股市经常出现的情况 但是因为今年1月14号选完 然后三天交易之后就封关 只有三个交易日 你根本就来不及变现 所以很多的变现 以及就是说避险的行为 它都会提前进行 眼前的股市的 就是说比一般的市场 跌是很合理的 因为没有涨的可能 但是跌的更多 多出来的那一段 是对于选举行情的风险贴水 就是我预期的风险是存在的 我把这段风险也补进去 多跌的那一段 就是大家对于 台湾选举行情的预期 谢谢唐老师的解判 你可以到金康公司当分析师 不行他没有执照的话 你这样讲他要倒霉了 做顾问 我可以谈我刚刚的东西没有问题 不要谈特股 他有研究的 我回应一下他讲的 他讲的其实蛮危险的 如果过几天之后台股开始涨 那是不是大家 股民们认为说民进党会赢了 所以我就干脆就进去了 对不对 你这种讲法我觉得 不是说对民进党或国民党好或不好 我觉得民进党是 的确要在这种经济型的选民上面努力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刚讲的两条线 马跟菜就是不一样嘛 股票下跌的时候民进党却拿不到下跌的红利 这一点是民进党该检讨的 像我主持节目 我刚才不敢向你讲那么漏股 我只能说选民充满不确定性 主持人只能这样说 你把它点破 我可以讲的更漏股一点 就是说固然有可能 未来30天20多天时间之内 有可能出现股市的反弹 一方面台股也已经接近10年线了 今天跌破之后 我估计大概在10年线附近 那个反弹都是合理的 但是他不可能谈过原来这段期间以来 补跌的那个风险贴贴水的那部分 那部分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先照顾他们两个候选人的超跌跟超涨 股市就很难解释了 所以我说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民进党不管你要怎么样去反商 然后诉求中下阶层的弱势 因为那个选票很容易算计 重点在于说 你终究要回应一些中上阶层 或者说中间选民小资产阶级 为什么每次当民进党有可能赢 他们就很害怕 如果这种的害怕的心理 你不去除 你的执政就算你赢了选票 他终究是不稳定的 这不是好事情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再三希望 蔡主席出来针对两岸论述 包括宇昌安来做签署明确的 一个领袖是希望化身 其实我是好意 其实今天的选举 这很像1992年的美国大选 柯林顿挑战要连任的老布希 跑出一个第三者 Parrot 百分之19 美国第三者没有那么高的 19 破二世纪历史记录 当然老宋会不会我不知道 他这次八 超一半 但是呢 今年有个契约家 他不像Parrot 他是助选 叫郭台铭 我觉得如果郭台铭问人 可以参考Parrot 下次这也来不及了 四年后 郭台铭可以像Parrot出来选 也可以 他表态 当然我讲 契约家表态你有自由 郭台铭 郑从华 张龙华等等 颜凯奈等都表态停马 我想这个有他们的考量 我不做评论 倒是郭台铭的作为 今天成为各大报的 大致联合忠实这两份 那苹果是讲这个 硬要收2000块的红包的 包机投票停马 他富士刚 长山 珠三角 他动影他的 然后他昨天到言清彪先生 有一句话 我听了 我点耐人去询问 他说 人没有黑道白道 只有黑心跟白心 讲这句话 我宁愿用杜伦总统说 我是用价值信仰领导国家 比较高兴一下 来 会员 针对大企业家表态 我想这是言论自由 他的自由 有他的情绪跟利益 各种考量 有他的取向 包括郭台铭先生 空中辉人 他还到林炳坤 洪湖 洪湖 他有一位 他站在地方是不是 徐书伯 徐书伯是不是 不是 他到高雄 高雄 秋衣跟黄澳 那手头族 手头族 我跟上 他是替言清彪 林炳坤 林炳坤 跟高雄手头族 好 做评论 是这样 就是说 所谓的经济选民 投下去是一票 郭台铭去投也是一票 不会说我是首部 我投下去 一比一百 台市有150万人 对 但我要讲说 台干没有那么多 这些回来的也不见得 都投特定候选人 也不见得 那你说三中 中下阶层 中南部 中低收入户 他投也是一票 票票是等值的 我要强调这个部分 那这个郭台铭 他们几个大财团 做表态 对马英九真的有加分吗 这点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他们选择 他们的停马 就如同主持人讲 他们有各种综合的考量 他们决定站出来停马 很好啊 但也有一些其他领域的朋友 他们要出来停蔡英文 也是他们想说 我真的有加分吗 我不这么认为 你说那你为什么跟财团这么近 你的马油油那些什么的 其实那些财团都财不完 我倒觉得说 这样子的这个郭台铭去帮立委站台 当然如同钟英雄讲的 是这几天就新闻媒体 其实是蛮无聊的 郭台铭是首富 那鸿海集团的董事长总裁 他去站台 那这是什么新闻 这是一个非常花絮型的新闻 你只是带个贿用去买个提物贷 马上就被罚款了 我知道啊 我是说动则得救了 他公共能务 他是重见观战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大选里面 他可以是一个花絮的 可是不是拿来做头版的 就如同那个一中各表一样 各台收视率都飙高 都破表 我们的 月听人的水准已经很低了 媒体还是迎合月听人 我知道你要看这个 我就演给你看 对不对 中天昨天还出精华版耶 你有看到吗 他把那个两个小时辩论剪一点 不过我们这个中天这个节目 最准是该高兴的 我就高低各有 那都已经这样子 那你说今天郭台铭去帮 延新彪站台 他当然他对延新彪认同 那是郭台铭的自由 他讲那个话我是听不懂啊 他说人哪有什么黑道白道的 你公共什么销尾 什么没有黑道白道 那那些帮派是干嘛的 本省怪外省官那些帮派是干嘛的 吃饭盐盐 你不要以为你有钱 你讲话就这样 你讲的跟偏离事实嘛 你要说我挺延新彪 谁不知道延新彪以前在干什么的 我为什么 林炳坤以前在干什么 郭台铭不知道吗 他干什么 林炳坤以前在中游的弊案在干什么的 那你都不晓得吗 郭台铭你不要 你要挺谁就挺谁 民主国家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不要扭曲啦 什么社会没有黑道白道 我听着乱吃 这句话怎么也能行为 出自一个高中生 我可以 孩子搞孩子 出自如果是洞见观瞻 我刚说 郭富人只是带着费用去买个菜 拿个手提袋马上被罚款 他任何话都被检验 因为人没有黑道白道 只有黑心白心 其实我看的是皱眉头 这些什么意思 我台北跟我们有点抽象 林炳你怎么看 其实我也要问了 那为什么郭台铭不替你们蔡英文站台呢 为什么还有企业家 台湾讲 地方选举 我跟你讲企业家 两边都押了 五五六四七三 但是 为什么总统大想往大企业家 不敢公开替蔡英文站台 为什么 其实企业在台湾总统选举 有两次的事件 然后我觉得是指标 第一个是2000年的时候 有国政顾问团 也有很多企业家在里面 但后来当然不敢 因为出来每个都被毁掉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典范 没有什么领袖魅力在里面 不管多大的企业 或什么业界的 包含里远泽 其实形象都相当争议了 后来是许文龙 许文龙当初是挺绿的 要是不敢想太多 大家认为是对岸的压力 那这一次照理来说 我认为企业界已经不太 就算我挺马亭 蔡英文也都不太喜欢讲 我没想到郭董 会出来有这么大的动作 那但是我一样 他不管是支持马总统也好 他不管是支持任何立委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他合法权利 不违法 不违法选拔法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今天他有个动作 让我觉得说 其实国家机器 司法单位必须要介入 就是说包机 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交通部去协调 1月14号之前 有一个红眼包机 什么加班机 只加到投票 莫名其妙 不是为了春节吗 这一次郭董他公开说 他包机 当然他员工回来投资 真的不知道 我也相信他不会要求 但是你说得这么败 那个包机要不要付钱 我们现在连外面吃饭 也没有 包含我们卖木款餐券 如果郭董自己包机 他自己包机 他自己包机 回来投票喔 那是动机 他是鼓励投票嘛 这种我认为 有鼓励投票罪啦 但是他不要付钱啊 包机回来投票 我老闆 有才怪啦 我是乱讲的 我不曉得 这一点 郭董本身 他自己也要节制一下 他对于选举的 这种说法啦 他自己怎么 你叫完刚刚弄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包机 就牵涉到费用 包含政府的政策 包含政府的政策 就是说下去说 我希望台商回来 也说到义政词言 最大在党 民进党也很多意见啊 你还是得要听进去嘛 你郭董 何必去做到这种事情呢 如果你在选霸法上面 没有对这个行为 做一个交代的话 我感觉这交代没过 我是有很多 比较熟的台商朋友 他们几乎每次全年 自己都出钱 都上百万 让员工回来 但这个台商朋友 他们都会这样 你自己尊重 我觉得这种老板不错 他不会暗示你偷谁 他说你一直回来 哇你要知道 确实有这种台商 当然 他说我员工 过年到我 顺便让你回来休假 而且拉长一点 是有这种台商朋友 我休息一下 再请教我方琴 郭台湾的动作 当然很多大企业家出来 一定有不同的观点解读的 听听看